大家好,我是包克 现在我的位置还是在桂林 来了桂林市已经有一个星期了 也没有天天更新视频 主要于爱押和起保拍视频 都是两三天更新一次 最主要的原因在这里发洪水 天天的大雨纷飞 下暴雨还有打梨 无法拍视频 在气象报告查了一下 有可能这个雨季还要持续半个多月 但是包克也不想等了 心里有想法想要离开桂林 但是离开桂林下一站去什么地方 但是包克很迷茫 还没想好去什么地方 主要住了这个小宾馆 价钱也不贵 住了几天了 外面都是大暴雨 也没有车子开出去 都被暴雨下了都盘水了 还好我车子停在一个高处 还没有进水 上一期视频主要说到和起保到爱亚的老家村庄去拍视频 把它送鱼送肉 还有送一点水果 我的车子在桥洞底下也冰淹了一下 然后划船划到爱亚的老家去送了一点东西 我想也去接爱亚 再持续地住下去的话 有可能洪水发了 他就没办法回到市区 万一小孩一个感冒啊 或者要看病 特别晚上回到市区 我想还是劝爱亚到市区来 又是好大的雨 又是道路啊都被水淹了 没有办法 我想在桂林我也持续不下去了 如果再继续在这里拍视频 大雨纷飞的 又是打泥 车子有可能还要被淹 上次被淹在桥洞里面还好保险室烧了 换一个保险室车子又发动了 如果这趟在市区淹了 包括后面的旅行就比较困难了 还要绣车还要弄 没有办法更新视频 与大家一起分享 本身做好 起跑也想跟我一起到大梁山 去做一点正能量 拍一些有意义的视频 起跑他爸爸身体不好 又住院了 他要照顾他 没有办法和我一起去大梁山拍视频了 到了他爸爸以后出院 如果他想来的话 在大梁山拍视频 或者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一起拍视频 在这里再住两天吧 包哥就准备再出发了 我的车发的方向还是往云南 四川方向 好拍的就拍一点正能量的视频 与大家一起分享 天气野肉的 318国道或者青藏县到西藏去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外面大雨也拍不了视频 今天正能在宾馆 与大家啰嗦一下 没有更新 与大家粉丝 与网友 大家体谅一下 因为这里都是暴雨 没办法拍 我准备后天就准备出发 往云南方向与四川方向 好吗 大家知道一下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家人们对包哥的支持与关爱 谢谢大家 拜拜 关注包哥 带你旅行不迷路